下一個要教的分離物質叫做墨水的蒸餘 這個算是我多講的啦 就是我要拿墨水 需要把裡面的色素拿出來分開 那我的方法就是蒸餘 就是在那個燒瓶裡面 燒瓶裡面 蒸餘瓶裡面 裝一點紅墨水 然後加熱 煮一煮 然後煮一煮的時候 旁邊會跑出來的水蒸氣 然後這個水蒸氣呢 就用個鋁壁式冷凝器 把它冷凝 讓它變成水 然後旁邊蒐集起來 然後呢 那個色素就會留在瓶子裡面 那這樣就把它分開來了 那麼水跑掉 然後色素留下來 所以它也是利用廢點的不同 所以我們講蒸餘吧 也是利用廢點的不同 把物質分離 把物質分離 好 那這個禮壁式冷凝器 待會兒有個重要事項 待會兒再說 待會兒再說 OK 那麼 你怎麼知道跑出來的玩意兒是水 你怎麼知道你後來收集到東西是水 我們用綠化雅菇式紙 請你給我備好 請你要備備好 綠化雅菇式是用來檢驗水的 綠化雅菇式沒有水的時候 沒有水的時候是藍色 碰了水之後會變成粉紅色 變成粉紅色 我們做實驗的時候 我拿給你的綠化雅菇式紙 通常都是已經受潮了粉紅色 所以要在鍋上烤一烤 然後烤成乾掉水跑掉之後就變成藍色 我說的是烤一烤不是燒一燒 要把它燒掉 烤一烤加熱讓那個水跑掉變成藍色 這個要備好 綠化雅菇式檢驗水 沒有水的時候是藍色 有水的時候是粉紅色 有水的時候是粉紅色 好 檢驗綠化雅菇式紙 OK 我知道那玩意兒是水 然後底下不是有留色素嗎 就把色素刮起來 放到濾紙上 用水去沖它 然後水就會帶著色素向外跑 向外跑 跑得快的在外圈 跑得慢的在內圈 那麼這樣就把它分開來了 看出來有好幾個不同的顏色的色素 這個方法叫做 綠子色成分析法 然後它就是所謂的利用附著力的不同 利用附著力的不同把它分開 所以我們這邊用了蒸餾法 費點的不同 用了綠子色成分析法 附著力的不同 把這個物質分離 你可以看得到它的色素不只一種色素 有好幾種色素 應該有好幾圈 應該有好幾圈 這就是我們分離色素的方法 分離色素的方法 這個實驗裡面的注意事項就是 鯉壁式冷凝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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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有一個下方入口 一個上方出口 冷水從下方進去 溫水從上方出來 冷水 為什麼 因為受熱之後 水會對流 熱的會上升 冷的會下降 所以呢 你上面出溫水 下面進冷水 就是順的 就是順的 正常熱就出去了 不會倒灌 進跟自己打架 所以呢 這是我們如果有考試的話 所以我們喜歡考的重點 就是鯉壁式冷凝器 的冷水從哪邊進去 溫水從哪邊出來 OK 剛才講過了 所有水的蒸溜 用了兩個方法 一個叫做蒸溜把 背景的不同 一個叫做 濾紫色層分析把 互助力的不同 實驗的注意事項就是 鯉壁式冷凝器 做的時候 冷水從下方進去 溫水從上方出來 這個要把它背好 這些都是重要的事項 要記住的 可以嗎 可以 很好 那另外一個重點就是 那個溫度計 就這個 這裡有個溫度計 溫度計的位置 要放在 這個所謂的 這個地方 支管的這裡 支管的這裡 確保你量到的是 確保你量到的是 那個蒸氣的溫度 確保你量到的是那個蒸氣的溫度 這也是另外一個 我可以知道 那個玩樂是水的方法 因為如果我量到溫度是100度 那是什麼意思啊 那個蒸氣100度嘛 那誰的沸點是100度 水啊 所以我一個確定是水 這是我另外一個可以知道 我跑出來的東西是水的方法 看那個溫度 看那個沸點 我就知道它是水 這就是 有關於我們 墨水的蒸餾 有人有的嗎 沒有 很好 請寫課堂練習